上来就跟我们说 你们两个异地恋一年了 异地恋说这个锅我不背 跟异地恋一点关系都没有 你们两个往这一站 我一眼看过去我就知道 这个已经毕业了 这个还没有毕业 因为女孩的脸上写满了 明媚的忧伤 男孩的脸上写满了 无奈的沧桑 这是为什么 你们两个的矛盾 其实是身处于 不同人生阶段的矛盾 男生的矛盾是什么呀 领导队伍的要求 跟我能力之间的矛盾 我期盼的那个温馨小屋 和毛坯房之间的矛盾 想要吃的那顿大餐 和兜里的钱之间的矛盾 当一个人从校园 步入到社会 他的心很多时候就没有办法 由自己决定了 而你和他的矛盾就是 安逸的校园生活 和职场新人之间的矛盾 谁变了 赵春老师说对了 日子变了 生活变了 角色变了 你依然是那个衣食无忧的小公主 问爸爸妈妈要着生活费 希望男朋友宠着我有大把的时间 去过校园生活 但是他呢 你看他的那个脸 和在学校里的那个脸是同一张脸吗 他的那个人 和当初你认识的那个人是同一个人吗 这是生活 给他上的另外一堂课 而这堂课你没学到 没参与 你知道还有多难吗 我告诉你有一句话说得特别对 躺着就比你重要 我们上两天班 真就特别想躺一天 特别累 可是你没有办法体会这种累 这种巨大的身体的和精神的压力 对于一个职场新人的挫磨 所以这个时候你应该更多地给他的是理解 当然对你也很难 因为你完全不知道这一切发生了什么 所以你们这些矛盾怎么解决啊 回家等你毕业 等你毕了业以后 等你去工作 你就可以和他感同身受 理解他现在的处境和对你的态度 你们刚才所描述的所有问题 都将不是问题 但你们现在要面临新的问题 就是毕业以后 你们的爱情何去何从 我听到了三个字 叫做不笃定 不笃定你们的未来 不笃定你们的情感 甚至不笃定眼前这个人就是我要的那个人 男孩做得很对 他没有办法对你的未来做选择 为什么 因为他知道人生有多难 他帮你选了以后 如果错了呢 所以他今天也不会在现场给你其他的承诺 为什么 因为他知道自己做不到 上嘴唇一碰下嘴唇说多简单 但是要做 这一年给了他非常大的教训 和他对生活有了全新的认识 所以 我建议 你来做决定 爱就去追他 不爱就自己飞吧 好吗 祝你们幸福 门一开的时候 我就觉得走出来了一对金童玉女 但是刚才听起来的时候 就觉得这个两个人聊的都是一些 过家家的一些小事 女生希望男生能够多一点包容 多一点关心 多一点爱给你 对吗 小琪 但是对于小任来讲 他觉得他现在最多的是什么呢 出出茅庐 走向社会 有更多的这种压力感和责任 突然呢就是在身上有一种担当 但我相信他也是为了你们两个人的未来去着想 因为刚才两个人一直在讲 那我们的未来应该怎么样啊 我这个现在不敢笃定啊 我们两个人会不会有未来 所以刚好借着一句歌词 你们的未来不是梦 应该认真的过每一分钟 对吧 你们的未来不是梦 所以呢 希望你们能够跟着你们的心一起去动 我相信其实小任现在这么的努力 也是为了这个 以后给小琪更多好的生活嘛 是不是 所以这个小任应该在北京啊 努力工作多多加油 好吗 在一起啊 在一起